咖啡 看看我的小丫子 可爱样样 吃饱饭在睡觉了 睡的这么香甜 嘴巴还开开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看肉肉啦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你看看我这边,太阳好大 先跟你们分享一个奇特的状况,你们看看我的立方霜,中间居然出溏心了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它居然出溏心,这个是好征兆,还是警告呢? 不知道耶,反正就是,长得不一样就觉得开心,至少它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哦 立方霜要遮雨遮阳,还要控水 现在它是它目前最美的样子哦 这个就是一个炎热炎热夏天的小雀杏 再看一下我的熊,我的熊在阳光下闪耀 看它的红爪子,是不是越来越鲜艳,越来越美啦 而且你看看好多地方,它的那个叶芯都在,都在长小叶子哦 开心哦 你们的熊还好吗? 这个是我第一次熊可以活到七月份哦 希望它继续努力,继续活下去哦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娜娜小沟 其实每一颗都这样,我拍这颗代表给你们看 你们看它的精感,是不是变得好粗好粗啊 这个就是娜娜小沟哦 虽然我买来的时候,它已经有这样短短的一小节 但是现在养了一年,今年算是第二年度下哦 它就变小老妆了 而且你看看它的侧牙成群啊 真的是太开心了 如果度下撑得下来,你的小确幸就是 它不仅单头变群生,而且还变成小老妆哦 真的是很美啊 这是我的娜娜小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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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蓝石莲 它当初我买来的时候是一个单头 看,现在是小老妆了 今年是它第二年度下哦 其实它一年就会变成小老妆了 度下第二年,小老妆更长了 蓝石莲,如果你要让它变群生 可能就要用泥碳比较高哦 但是我觉得这样控养一亿之毒瘦也是挺好的啦 这个就是另一个小确幸 就是变成小老妆的蓝石莲 特别有它的韵味哦 再来给你们看这一颗 这一颗当然就是我的指别 你们看它下面 它下面也是一个小老妆哦 而且还儿女成群哦 挺美的 其实如果把它养成小老妆都挺美的 但之前我那一盆 虽然也是度下两年 但是因为我控养嘛 所以它妆子非常小 带你们看一下 这些指别看起来虽然非常小迷迷 但是这个是已经度过两个夏天的指别哦 它们的妆子都非常老 这个枯叶是我撸了它又长出来的 因为控水嘛它的消耗就会比较矿 因为天气非常炎热 这个是小老妆指别 它真的是小老妆 小迷你 是不是很可爱呀 你不要以为它小 就是年纪小 它事实上今年要度过第三个夏天 这个是指别 指别录下的时候就是这样 拼命的消耗它的叶片 然后拼命长小侧芽 那因为这盆泥炭比较少 所以它就长比较少的小侧芽 可是这些当初我买的时候都是单头单头 那这些有些就是直接从这上面掉下来 我牵插在旁边的 这是指别小老妆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的圣卡洛丝 越来越美了 这外面的叶子一直消耗 你看它的金杆都已经是 小老妆了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些金杆都是 岁月的累积啊 一个一个颗痕啊 其实如果它长高 这样也是蛮美的 这个圣卡要长侧芽 非常不容易啊 当然也是会长啊 但是就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现在觉得它小老妆也挺好看的 我这个也是种得很深哦 你看这个盆 它金杆在盆下面应该也有这么长 可是如果金杆出问题 你就把它剪掉重新牵插 目前这个小老妆还是挺美的哦 这个就是有度过下 撑得下来的就是美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的红粉佳人 他最近好业有些严重 这盆也是今年算是第二年度下 这是我重新牵插自己培育的宝宝 长出来的哦 你看 看我的红粉佳人美不美啊 这个现在也是小老妆 你们的多肉如果度下顺利 它就会变得像小老妆 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 它的味道哦 好美的 好粉佳人啊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东美人的小老妆 哎 每次东美人的小老妆就是长着长着 然后它这两个头太重了 它就会变这样 从中间就自己断裂 然后断裂如果你没有处理 它就会有一点黑黑的 像这个都要拔下来 然后直接把它剪掉 再重新牵插 我就直接把它拔下来咯 哇 掉了好多叶子 那叶子 都可以叶敷成 小小的东美人 东美人就是这样在讨厌啊 它金感非常容易就这样 因为它这个头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头 然后分心分心 太重了就会变这样 然后这个黑黑的把它修剪掉就好 好丑啊 然后如果正常的话 它就是这样 像这个都是今年长的 然后这一颗呢 时间虽然比较久 但是 还没有度过一下就是这样 嫩 还没不能度一下 它就会变这样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盆布丁 这个金感是已经度下好多年了 这个是我有修剪过 然后它再重新长出来 又变成小老庄的 这一个布丁 看看 其实它这个整个都是像叶片 一直掉 然后成长 这就是岁月的累积 好好看啊 所以如果你的度下顺利 它就会变成美丽的小老庄哦 好了 我们今天 夏天的小确幸 就是这个 度完下 它就会变成漂亮美丽的小老庄 我给你们看的这些都是度过下的哦 今年期待它们也可以顺顺利利的度下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